流星花园腾堂静女神秒变心机表对比韩版,就知道原因了。 被翻拍最成功的电视剧《流星花园》终于在今年打破这个节奏,相比于韩国、日本、台湾版本、新一版人马原本想靠着这部电视剧《大红大紫》,却没有想到成为众矢之地。 原巴沙主编苏芒以及湖南当家主持何炯都在未播出之前为其保驾护航,但是奈何依然没有得到半点效果,新版F4颜值都有,可是已经满足不了如今的口味,而相比于早期几版的山菜,沈月虽然靠着小美好爆红,但是演绎山菜而言,其实并不适合她。 而剧中最让人诟病不已的当属万千女孩羡慕的校园女神藤唐靖的扮演者,孙一涵。 今年年仅二十岁的她也是原本朝气蓬勃的年级,却在剧中演绎着和年龄不符合的藤唐靖,要说这个角色在当年韩剧版《花样男子》中还采应饰演的学姐,当镜头转过她的面庞,无数观众仅仅仅只通过镜头外的惊鸿一瞥 这些就深深地寄到脑海里。 韩采英曾经在韩国是以模特出道,所以气质,形象无话可说,在当时饰演花样男子是已经三十岁,所以女人该有的韵味和气质她都有,更主要身高够高,气质够足,活脱脱地把这个角色烟活了。 而内地版的藤唐靖之所以不受欢迎,还有另一个原因,原本高贵女神气质的她被孙一涵活脱脱演绎成新机表 而且品味极差,送给山菜的服装和韩版相比,差之千里,韩剧中藤唐靖在国外留学期间就有很多追求者,所以气场强大,更不具花责类。 所以对于山菜对于山菜对于山菜的一点心动,所以对于山菜她是出于姐姐般照顾。 送出的衣服都是十分符合山菜气质的。 但是在孙一涵的藤唐靖中,观众看到更多的是心机、刻意,以及太会察言观色,洞悉身边人的心思,也是遭人讨厌的原因之一,对此,你们怎么看待这几版的藤唐靖呢? 感谢观看